今天開始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第三章的基礎數學 很多同學把這一章數學給忽略了 我相信你會後悔莫及 為什麼呢 因為在基本上我們從第五章以後 我們統計學或者以後的OA 其實都有用到一些所謂的國高中的基礎數學 以及微積分的部分 同學基本上老師以往的教學經驗是這個樣子 其實統計學跟OA其實不一定不是那麼難 它難在哪裡 它整個架構跟觀念 那個呢 你學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架輕而救手 可是呢 在以往的教學過程當中 老師就發現同學上課聽得很高興 很High 可是回家這個筆就拿不起來 這個筆猶如千金重 你懂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呢 因為碰到計算過程就卡死了 當然不在話下 就代表你的高中數學太爛了 所以這一章雖然不屬於統計學 或者是OA的重要章節 但是呢 我相信過程當中 老師所複習的高中基礎數學 你還是要再看一次 哪怕你會 老師還以為積分 我很厲害 但是呢 老師以前是教為積分起家的 不要忘記喔 所以老師自創了很多很多小技巧 讓你算得比別人還要快 算得比別人更不會出錯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老師要求 你還是要給我 把第三章五堂課的數學部分呢 給我按部就班 從頭到尾去REMEU過一次 當然拿起筆來算也是很重要的啦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把本章架構呢 稍微看一下下就可以了 老師沒有另外編排 所謂的星海樓盤圖了 我們直接用條列式來看就可以了 好 這張老師呢 的責任要介紹四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排列跟組合 有沒有意向啊 這是高中數學啦 排列跟組合其實呢 是統計的基礎 如果沒有排列組合 我們就無法教機率論 當然如果沒有機率論 就無法形成各種機率分配 進一步的產生各種抽樣分配 那你就無法做推論統計啦 那如果無法做推論統計 那肯定就無法做引用統計啦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老師 你在嚇唬我 那聽你這樣講 感覺排列組合就是Basic 沒錯 它本來就是很基礎 要帶回家去 這個呢 老師我花兩堂課 來教你排列跟組合 當然呢 老師不會只帶過去啊 從頭到尾的概念 以及公式推導 我都會介紹給你 懂我的意思嗎 排列組合 第二部分呢 微積分 我們是公公的 但微積分呢 可以說是我們的強項 如果不會微分 不會積分 那你千萬不要說 你是公公的 因為公公呢 算是理工的 基本上 微積分應該跟是吃豆腐一樣才對 反而排列組合呢 很多同學已經把高中數學 都給泡澡腦厚了 那就有點尷尬了 懂不懂 第三個也是高中數學 展開式還有技術 我們統計學用到 喔哇用不到 喔哇這個用得到 OK 這個也用不太到 所以大部分都是因應統計學 當然微積分很重要 展開式跟技術儀也是很重要 針對統計學來講的話 也是很重要 那這個矩陣跟行列式 反而是對 喔哇比較重要一點點 我們在統計學 用得到時候 矩陣跟行列式的 只有在結 OK 就是多元的連例方程式 OK 當然基本上這個呢 在回歸分析你才能用到 就第十二章 那其他地方矩陣 行列式 在統計學用不到 不過話說回來 在歐瓦的部分 可用的很多很多 所以以上這個是本章架構 老師呢把它區隔為四個主題 來跟你一一做介紹 當然重點我還是放在排列組合 跟微積分 我大概會花個兩堂課時間 然後展開式技術矩陣 這個比較少 老師會教你什麼算反矩陣 還有教你一些比較特殊的法則 用來求解特殊的目的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沒有問題 馬上 我們就要看到第一個主題 排列跟組合 排列跟組合呢 基本上是高中基礎數學 當然我相信你都學過了 所以老師呢 用複習式的幫你複習一次 但是重點 我們還是要一個一個把它揪出來 OK 不會考定義的 排列跟組合 不過呢 教學嘛 老師呢還是要先講一下 什麼叫做排列 OK 排列呢 英文稱為 什麼呢 OK Puretation Puretation 代表是排列 Combination 代表是組合的意思 那排列跟組合的話呢 基本上 這個 這個Puretation的話 簡稱P Combination 簡稱為C 所以呢 一般的代號都寫大寫的P 代表是排列 組合 用大寫的C 當組合 看定義吧 如果我們怎麼區隔排列跟組合 你應該都會啦 像排列 就代表什麼 它可以有順序 像你升起的時候 你排第一個位置 跟排第二個位置 那是不一樣的 你把兩個人聽到來寫 像第一個人 1跟2 反過來寫 2跟1 如果 這兩個意義 如果不一樣的話 對不對 OK 好 這兩個人的意義 老師我聽懂 你聽就可以了 如果意義不同則 對 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 視為排列 來看待 這個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OK 寫錯了 排列 排列 就視為排列 好 排列 那你看呢 如果今天 1跟2 2跟1 如果你把這兩組資料 是什麼呢 以為 意義 如果它們是 相同的話 就是 沒什麼差 這個呢 這個我們就要視為 什麼呢 老師這個不會 這個就要視為 組合來看待 對啦 組合 這沒問題吧 這非常非常的簡單 所以基本上 我們如果不知道 它是排列題目 還是 組合題目 其實 你只要做一個 try and error 就嘗試錯誤 把兩個顛倒 看它的意義 是否視為相同 如果視為相同 就代表 我們根本就 不care 順序 那這個提議 就要視為組合 相反的 就要視為排列 這樣聽懂 好畫得起來 OK 僅強調被抽中的事物 它所構成的集合 當然意義不care它的順序 不在意它的先後 畫起來 次序者 這個稱為組合 這是廢話 那如果今天呢 同時 強調被抽中是誰 OK 它的組合 以及呢 畫起來 重點同比 它前後什麼 前後次序者 這個呢 就意義什麼 排列 聽懂我的意思 這個是再基本也不過 你一定要會 反正 如果你無法釐清 就直接用try and error 就可以知道 它是排列或組合的提型 這樣了解老師的意思嗎 好 以上是第一個 定義 再來 我就要告訴你 在公式上呢 我們怎麼去一個 使用排列跟組合 這裡已經講定義了 那下面那個呢 就是把定義 給發陽光大發了 不要忘記 我們非常喜歡 整理重點 好 如果沒有問題 等老師 以下下囉 接下來第二個 我們就要跟同學 來介紹一下下 排列跟組合 在使用上 如何來探別 畫起來 OK 剛才我講過了 如果強調 前後次序的不同 這個當然 稱為排列 反之就是組合 當然呢 這個架構圖呢 就類似樹枝圖 樹狀圖 幫你釐清一下下 考試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這個提型主要 是要使用排列或組合 來求解呢 不要忘記 他可求機率的基本功 要帶回去 好的 他的實驗型態 什麼叫實驗 就是隨機實驗 像丟一顆骰子 或者丟一個銅板 他們都叫隨機實驗 在第五章 老師會給你正式的定義 這個你一定要懂 有沒有問題 好 基本上來看的話 你告訴老師 我們的實驗型態 基本上要判斷 排列組合 第一個 就要看你這個實驗過程 到底是採用 抽後放回的方式 還是抽後不放回 老師 原來是這個樣子 對 如果你不懂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代中曲球 一個代中有若干的球 那我們從裡面抽取兩顆好了 那兩顆第一顆球 出出來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要抽第二顆球之前 注意喔 就有分兩種情況 一種 是把第一顆球 再放回代中 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 代中 球數一模一樣 再抽出來 這個稱為 抽後放回 那一種是抽後不放回 就是抽出來的球 放旁邊 就不再放在代中裡面 這個方式稱為 抽後不放回 老師 那放回跟不放回 有什麼差別 笨 如果放回的話呢 每顆球 就有可能被重複抽到 那如果不放回 假設每顆球編號都不一樣 那這個編號的球 當然就不可能再被抽到 所以呢 第一個 要先從提議來看 到底是屬於抽後放回 還是抽後不放回的隨機實驗 那如果抽後放回 就會反映到 每顆球 有重複被抽到的機會 所以在專業術語上 抽後放回的實驗 我們稱為重複實驗 重複實驗 那重複實驗的話呢 就代表是 你這顆球抽出來 跟我之前抽的球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代中的球 永遠都這麼多顆 所以在統計學上 也有人把重複實驗 或者抽後放回實驗 稱為獨立實驗 老師我聽懂了 就是呢 前後顆球 他們抽取的過程 彼此沒有影響 沒有瓜葛 這個稱為獨立實驗 當然這個 抽後不放回 球一旦被抽出來之後 就不再放回彈子裡面去 所以相同編號的球 有沒有可能重複被抽到 答案是不可能 不可能的話呢 當然就是非重複 可是專業術語不寫非重複 它怎麼寫呢 畫起來寫直線 所以當你看到專有名詞 寫直線排列或者直線組合 只要看到前面兩個字 直線 就代表是試驗過程 才抽後不放回 懂不懂 那如果抽後不放回的話呢 那前後顆 球抽出來 就會彼此互相影響 因為代宗的球 越來越少 這個在統計學 我們有可以什麼 給它的術語叫做 非獨立試驗 非獨立試驗就是指 彼此會有影響 有瓜葛 那這種試驗呢 我們就稱為 非獨立試驗 好寫上去吧 我這樣解釋夠清楚 等一下 老師還會用一個完整的反例呢 來推公式給你看 第一個 一定要先判斷試驗的型態 好 再來第二個 有抽後放回跟不放回 對不對 再來是什麼 第二個 就是看你的所求 所求很重要 這個呢 排列組合 這個呢 基本上就是看你的所求 寫在下面 好 所求 用來看排列組合 那試驗型態呢 一般 用來什麼 決定你的Omega Omega就是樣本空間 學過吧 第四章也會有 Omega 樣本空間 所以所求寫分子 排列或組合 當然就以剛才的定義 就可以下筆了 不管抽後放回 或者不放回 都有可能 什麼呢 所求 是在意 在意順序的 稱為排列 剛才講過啦 如果不強調 不在意順序的 稱為組合 這樣聽懂 所以按照這個樹狀圖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採抽後放回 而且所求 是在意順序的 那這個題組就稱為 重複排列 聽懂 這裡有寫 重複排列 OK 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 抽後放回 但是呢 題義並不在意順序 那我們採用組合 這個呢 就是重複組合 框起來吧 會不會很簡單 很簡單 對不對 基本功要帶回家 那如果今天 採用抽後不放回 直線 而且我們不在意 我們在意順序的話 就是排列 那這個合起來 叫直線排列 這樣聽懂沒有 放起來 直線排列 另外一個 如果說 採抽後不放回 但是 我們不在意順序的 而稱為組合 那這個呢 就叫做直線組合 這樣都聽不懂 很簡單對不對 不會了 對 這在高中數學其實蠻簡單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給他一些公式上的代號 好不好 公式上的代號的話呢 我們從這開始看 重複組合 用C 我剛才講過了 combination 所以呢 大寫的C 代表是 直線組合的代號 C 那這個上面的大N 代表是球 OK 袋中有幾顆香 你的球叫大N 那小N代表是 我們從袋中 抽取多少樣本 就多少顆球出來 所以 一般書寫說 大N取小N 大N代表是 你有香意 數有幾顆球 小N代表是 你抽出幾顆球 這樣聽懂老師的意思嗎 這個P 這個是什麼呢 Permutation Permutation的話呢 就是排列的意思 那這個字呢 當然取英文字母 當然寫著P 當什麼呢 當直線排列 懂嗎 直線排列 直線組合 一樣大N取小N 大N個相應物 取N個出來 它的直線排列方式 有這麼多種 懂不懂我的意思 所以呢 在我們統計學上 直線組合代號 打C 直線排列代號 打P 那這個呢 排誰喔 這個代號呢 是H 這什麼 是重複組合 重複組合呢 你要注意喔 不會考這個啦 不過好玩而已喔 在原文書裡面呢 沒有人寫這個H這個字 因為呢 重複組合 英文字沒有 它沒有這個字 所以在外國的原文書裡面呢 它對重複組合 並沒有給所謂的 專業的 就是代號 它一般碰到重複組合 會直接換成直線組合 這個老師 畫起來 所以你如果在原文書裡面呢 你只會看到 它的重複組合 也是寫C喔 它會直接寫C 大N加小N-1取N 變這樣子喔 哇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呢 在原文書會這樣寫 那我們的中文書呢 不曉得哪方面呢 我也忘記了 反正有一個很無聊的人喔 把它寫H 這個H並不是英文字母的 第一個字大寫 不是喔 這個H 主要可能是直接翻譯過來了 OK 就重複組合 就是H的意思喔 你不要管它 記起來就好了 如果你不想寫也可以啊 直接用C Combination來表示也可以喔 OK 好 大N取小N 都一樣也是 但是基本上這個寫 歸寫了喔 最後還是要畫成C 來表示 所以重複組合本身 其實沒有公式喔 它只有代號而已喔 而且代號還是我們中文 所使用的代號 我們的中文書 給它自己的代號 原文書是沒有的 好 所以還是用C 所以重複組合到後面 畢竟還是要翻譯成 從字型組合來呈現 至於為什麼公式這樣 等一下就會知道了 好 最後一個 重複排列 沒有代號了 這個是公式 懂不懂的意思喔 它就沒有代號了 大N的N小N次方 為什麼 你不懂都可以打溫號 這些人打溫號為什麼呢 不是 你都不想叫不是啦 我們教學必須要循序漸進嘛 所以從這個版面呢 我只告訴你 從這版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架構來判斷 提議呢 到底是要使用哪一種排列組合 來加以求解 不要忘記喔 有直線組合 直線排列 重複組合 跟重複排列 當四種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等一下 我們就要把焦點放在哪裡啊 老師我知道 推導一下 這四種不同排列組合的公式formula 沒有錯 所以當然 基本上 我們就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往下跑 那等一下老師 會用一個很簡單的翻例 大概十幾分鐘 我就能推完所有公式 那推公式的目的呢 讓你不需要背 如果背的話 你又不爽 對不對 我們統計該背的其實非常少啦 有啦 大概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啦 其他都是靠理解圖式化 去推導出來 你懂的話 應該是一倍次啊 都不會再忘記啊 這樣的話 你就會對統計燃起很深厚的興趣啦 你說是嗎 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 這個版面我放在這 等一下我推那四個公式給你看 你要等我一下下囉 那馬上你往下看啊 我們看幾個剛才 那個架構的幾個註解 第一個 抽後範圍畫起來 抽後範圍 代表每個母體當中 每一個元素呢 它在每次試驗當中 被抽中的幾率皆相同 畫起來OK 就是相同 懂不懂 比如在中五顆球 編號一二三四五 那你抽出一顆球出來 然後再放回去 再抽第二顆球 那每一顆球被抽中的幾率 全部都是五分之一嘛 你說是嗎 對不對 那這個什麼 成為重複的 試驗 所以呢 當然每顆球被抽中的機會都一樣 也不會因為說 上一顆球抽到誰 而影響下一顆球被抽中的幾率 所以是在統計學上 這種試驗 我剛才講過了 寫下去吧 又稱為獨立試驗 反之 如果抽後畫起來不放回 不放回什麼 又稱為非獨立 可以畫起來 非獨立試驗 OK 這個演不見了 你們講也有了 非獨立試驗 第二個 上輔單中 公式中的代表 大N子母體個數 可以畫了 小N子抽樣個數 或稱為樣本數 也可以 這個呢 你也可以把它稱為樣本數 樣本數也是可以的 好第三個 重複組合的公式 需要轉換成 剛才講過了 這個h呢 h大N 取小N 這個工具呢 基本上是我們中文書 自己發明的 原文書沒有這個 所以呢 要轉換成C C的話呢 這個不要去背了 這個答案就是這樣 大N加小N-1 取小N個 這需要轉換 這樣聽懂 我的意思嗎 好 剛才那個表呢 圖已經擦掉 所以剛才老師呢 已經把它大概 再寫在黑板上一次 那我想要問你一句話 這每一個路徑 都可以合併成什麼呢 這個 有四個路徑嘛 對不對 我們考試呢 當然要寫清楚 教學為了直接 重複排列 我只寫個重排 這樣可以 老師 就稍微簡化了 重複組合 以後我的簡稱就是重組 那不錯啦 比較快 直線排列 我們稱為直排 好 不是那個直排輪 這個呢 直線組合 我們就叫做直組好了 這個意思來看 好 你拿出來 這邊我舉了四個範例 看看說 以這個提議來說 你認為它應該屬於哪一種型態的排列組合呢 好第一題 工藝彩券 我講的是台灣的工藝彩券 台灣有大樂透 小樂透 什麼 不管什麼什麼彩券 都是一樣 威力財 你告訴老師 你看到每次 那中天新聞 那個 聶人 聶雲 在搖獎的時候 你看過那個搖獎的那個新聞嗎 火你 如果要從十二顆球裡面 搖出六顆中角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的話 你看喔 搖獎的過程 那個號碼球跑出來之後 它有再放回去 然後再搖出第二顆嗎 好像沒有 沒有喔 可是美國是有的喔 我們台灣是沒有 所以我們台灣的號碼 它的取樣過程 是採用抽後放回 還是不放回 老師 不放回 答對了齁 所以第一個不放回的話 代表是直線 你不要忘記喔 直線代表是不重複的意思 把這個淘汰了 往這邊跑 再來判斷一下 用索求判斷一下 我們到底care順序 還是不care順序 以我們台灣彩券的遊戲規則的話 你告訴老師 今天 如果抽出來號碼是這樣子 注意聽 如果今天搖出來六個號碼分別是這樣 1 3 2 4 5 跟6 你買的那一組彩券號碼呢 是1 2 3 4 5 6 請問你 那你這一組號碼有沒有中 老師沒有啦 你看順序不一樣 那你趕快去丟掉 我去撿 馬卡 當然中了啦 所以我們台灣的彩券 它 care不care順序啊 好像不care 所以呢 它是一種組合的提醒 所以看呢 直接什麼呢 組合 好 老師我聽懂了 所以台灣的公益彩券呢 它的抽獎是什麼 屬於直線組合 好 寫上去吧 這樣有沒有都聽懂啦 很簡單吧 好 直線組合 好 第二個 車牌號碼 當然是以台灣來看 不管是 機車 還是說汽車 它的車牌號碼 你在路上應該看過很多這種車牌號碼才對 一個汽車或摩托車 它的車牌號碼組成 你認為它是屬於哪一種排列組合形式啊 一個一樣的 那些號碼可不可以重複 好像可以 可以啦 你在路上沒有看過這個號碼嘛 對不對 對不對 OK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5447對不對 這個號碼可以重複嗎 當然可以 所以選擇這個啦 對不對 那我問你喔 一個車牌如果是5447 另外一個是5744 那你認為這兩個車牌 有代表相同一部車嗎 當然是沒有 好合理耶 所以呢 它在不在意順序啊 在意 在意順序 就代表是排列囉 所以呢 重複什麼呢 排列 聽懂了 所以車牌號碼的組合形式呢 你要使用什麼來算呢 當然是重複的排列 好 這樣聽懂沒有 很簡單吧 重複排列 你先我在路上就看到 怎麼會有車牌號碼取這樣 哇 這個呢 肯定起笑 哇 1耶 我是38 我們知道 開玩笑 這色牌號碼很奇怪 我曾經來看過這個呢 尋名這個 哇 看得貴喔 G.A.Y.動動衣 你知道嗎 G.A.Y.這道意思 哇 這看得貴 當然很奇怪而且 電子上來看 然後第三點 校外委員會的組成 如果本校想要選5個學生代表 代表是我們學校呢 去參加校外一個委員會 對不對 我們都有什麼學生代表之類 諸如此 如果想要領選一個學生代表團 假設五個人好了 那你認為這個組成是屬於哪一種啊 第一個告訴老師 如果全校1000人的話呢 我們想要抽五個人出來 你認為我們可以重複不重複 當然不能重複嘛 直線 你不能說 第一個抽到APO 第二個 還是抽到APO 第三個 還是APO 看得貴 APO一個人不能代表兩個人 所以如果要選出五個人 當代表 這五個人都要相異 所以呢 不能重複 有嗎 直線來看 那你care不care順序啊 不care啦 第一個先抽到APO 第二個抽到小明 跟第一個先抽到小明 第二個抽到APO 有沒有一樣 有啦 因為他只是care什麼呢 他的組成 是委員會 到底是由哪五位同學 組合而成 所以他不在意順序啊 所以是組合 這樣聽懂 所以校外委員會 合起來 是什麼組合啊 直線組合 有沒有感覺的 這個呢 都是很基本的一個判斷的方式 你肯定要抓回去喔 直線組合 第四個打個心 台科考題 其實這個喔 雖然是高中數學喔 很多老師喔 還是喜歡在統計學裡面 按插個五分十分喔 算一下這個高中的基本的喔 機率喔 很奇怪喔 他太小看我們啦 我們都要升研究所啦 還考高中數學 不過 剛好考到我們的癥結點 嘿嘿 剛好在山口耍上研發 就是不會高中數學喔 有個訓的 加油喔 這很多同學呢 都已經把高中數學 拋到九霄雲外之去了喔 就很尷尬了喔 所以 這個我也蠻在意的喔 數學跟英文喔 好 今天我們丟三顆骰子 三顆骰子對不對 因為一般呢 我們將骰子 視為相同還是不相同 如果我手邊 你要注意聽喔 一顆骰子 往地下丟三次 跟三顆骰子 一起往地下丟一次 你認為會一樣嗎 老師好像 不太一樣喔 一顆骰子 如果丟三次的話 那你告訴老師 點數有可能重複嗎 有 第一次丟到兩點 第二次兩點 懂不懂我的意思 當然是這樣 他有可能重複啊 至於排列跟組合 就看什麼呢 看你丟到的所求為什麼 那簡單的話 如果三顆骰子 一顆骰子丟三次 我們當然就把這一顆骰子 視為相同 視為相同 第一次丟到一 跟第二次丟到一 一二二一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懂不懂 所以這題目很賤喔 這個題目呢 他是考這樣子 丟三顆骰子 如果沒有特別強調 是三顆骰子 往地下丟一次喔 所以呢 你必須把三顆骰子 什麼呢 視為畫起來不同 懂不懂 就是三顆嘛 第一顆 第二顆 第三顆 如果你還不會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 你不把三顆骰子 著色就可以了 就是 骰子是方形嘛 三顆骰子 這樣子 第一顆骰子 你把它著色成紅色 第二顆 黃色 第三顆 藍色 怎麼懂 如果這樣跑出來的時候 第一顆骰子 往下一丟 得到兩點 假設了 黃色呢 第二顆 得到所謂的一點 我掰的 藍色得到四點 那你告訴我老師 二一四 顏色不同喔 那 二一四跟什麼 跟一 好 跟一四二好了 一四二 那你告訴老師 二一四跟一四二 雖然號碼都一樣 一二四嘛 對 一二四 可是呢 它的順序就不一樣 因為呢 這個順序是 二號是紅色的 這二號變成藍色的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考試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一般如果沒有強調 我們通常都將骰子 視為相異化起來 很重要 很重要 視為不同 這很重要 一般考試不會考這麼細 除非是他考到你 不然的話 他如果說丟三顆骰子 這三顆骰子 一律視為相異物來處理 ok 懂不懂 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三顆球 放在袋中 三顆相異的球 對不對 懂不懂 編號可能不一樣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 好 那這個情況呢 我問你 就三顆骰子 第一個 你認為骰子的數字 有沒有可能重複啊 有 有可能丟到什麼呢 224嘛 有可能 重複有可能 那你care不care排順序 care 因為我把它當成相異物 所以呢 care順序度排列 所以呢 我們一律視為 重複排列 這個是考試 一般都這樣考 ok 只要你看到骰子的問題的話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考 重複排列 懂不懂的意思 重複排列 我要講一次喔 以後 你看到的題目 如果沒有特別強調 丟骰子的問題 一律都視為 重複排列 來對待之 懂不懂我的意思 好 我這樣講 有夠清楚了嗎 這幾個呢 示範你 讓你參考參考 那下一個主題 我就要開始 來告訴你 怎麼去推倒 這四個形態的公式 當然 老師不可能 直接把公式寫給你 這樣的話 你就不爽啦 所以老師等一下呢 會利用一個 很簡單的 整合性反例呢 把四個公式 從頭到尾 推一次給你看 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就等我 一下下囉 嗯 那老師呢 再把剛才這個 第二部分喔 有關排列組合的判別呢 公式架構 把它給調出來喔 那等一下第三個步驟 我們就要推倒 這一些公式的推導喔 你懂老師的意思嗎 剛才老師全部打了問號喔 等一下每個問號 依訊就會接嘛 但是 如果我直接 請你背起來 我相信你又不爽啦喔 所以老師用一個手法 就是呢 用一個非常非常 簡單的範例 然後呢 運用它運作的過程呢 讓你體會一下下 這四種排列組合 它公式的形成由來 到底具有什麼差別 也順便利用這個架構 讓你了解一下 這四個人彼此的關係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雖然考試不見得考這麼細 但是呢 這個也是你打好技術 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喔 讓你有了思考的能力喔 好看這個 這個題目是這樣 這個圓圈代表是代中 這老師高中的技巧喔 反正 有關排列組合 如果我不會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把提醒 換成代中曲曲 就是一個代中有若干顆球 然後抽出若干顆球出來喔 這個過程 成為代中曲球模式 好 這個是我舉的範例喔 你可以寫個example OK 如果我看這樣喔 一個代中 有三顆球 編號相異 所以這三顆球 要視為相異物啦 當然大小 形狀都一樣啦 只是球上的編號不一樣喔 這樣才能符合隨機的含義喔 懂不懂 好 那這個三顆球 我們寫當然 代表是母體數 代中三顆球 所以母體數為三顆 懂不懂喔 那我現在呢 小N代表是樣本數 我從裡面 隨機抽樣 兩顆出來喔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從三顆球 抽出兩顆球 這過程 就能呈現所謂的 四中排列跟組合 這樣聽懂 當然過程當中 就還有分為 抽後放回 或者不放回 你聽懂我的意思喔 好 開始 我們從這個反例 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 如果 以這個反例 抽出兩顆球 而且我採用 重複排列的方式 請問你 它的可能的 重複排列的方式 有哪些情況呢 重複 不要忘記喔 它重複 牽起來 它是重複 同學 它是重複的 重複代表是抽後放回的意思 就是放回去 放回去的話 這個我們旁邊呢 可以稍微寫下代號 這個叫什麼 箭頭 就是回去 就是抽出來再放回去 這是老師的代號 所以你看 重複的話 你告訴老師 第一個情況抽出來 而且呢 它是排列 排列代表是 我們在不在意順序 答案是YES 所以呢 一二跟二一 你要寫兩個 為什麼 因為一二跟二一 我們視為不同 OK 我們按照數學的二進位 由小到大 來排訓 你告訴老師 第一顆球 抽到一號球 有沒有可能 我們再放回去 對 放回去嘛 重複嘛 所以第二顆球 有沒有可能 也抽到一號球 有 因為我們抽到一號球 再放回代中 代中 能來是一二三三顆球 對不對 所以一號球 有可能兩個都被抽到 依照抄 有沒有可能第二次 抽到二號球 可以 有沒有可能第二次抽到三號球 有可能 對不對 再來 這個加一嘛 第一次抽到二號球 有沒有可能二一 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二二 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二三 當然是有可能 以此而類推 第一顆球 抽到三號球 第二顆 抽到一號球 三二 有沒有可能 三三也有可能 因為抽後 放回 所以如果採用 重複排列的方式 來抽取兩顆球 他的排列方式 就這麼多種 總共有九種 這樣聽懂 老師 的意思嗎 這樣了解嗎 那在旁邊呢 這個p代表是probability 機率 懂不懂 我寫大寫著p 那我們順便呢 把p也帶一下 為什麼 讓你印象更深刻 這幾本 那你告訴老師 這個九個 這個代表是我們 統計裡面的樣本空間 以重複排列 抽出來的樣本 他的空間就有九個元素 這樣稱為一個元素 總共九個元素 這個你應該沒有問題吧 那你告訴老師 這個元素 他發生機率為多少 當然很簡單 第一顆球抽出來 抽到一號球 當然機率就三分之一 再把一號球放回去 代中還是三顆球 再抽到一號球的機率 還是三分之一 這個機率都一樣 就代表是獨立試驗 所以這個機率呢 當然什麼呢 就是九分之一 OK 以此而類推 全部都是一樣 九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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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他全部呢 都是九分之一 好 九分之一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機率總和 畢為一 加起來一定是一 你可以寫個這個 然後機率總和 當然這個一定是一 和就是一 好 這第一種呢 我們稱為 重複排列 應該沒問題吧 老師設計過程 是這個樣子 這個重複排列 再來我想 這兩顆球抽取方式 我想要把重複排列 改成直線排列 來抽出這兩顆球 所以筆拿出來吧 黃色筆 我們這兩個差別是哪裡 就是把它重複改為直線 但是呢 還是採用排列的方式 換句話說 我們還是在意順序 那我問你一句話 我們從這個橘色下筆 你認為 我問你一句話 重複排列跟重複直線排列 你認為直線排列的樣本空間 會比重複排列多還是少 老師 排列一樣不用探討啊 所以我們只需把焦點 放在重複跟直線 答對了 重複代表是抽後放回 直線代表抽後不放回 很直覺啊 你認為哪一種方式 它的樣本空間 元素比較多 當然是重複的啊 手 我們用一個不同的手法來運算好不好 OK 我們從重複排列的九種情況來看 我們把不行的刪掉 就會變成直線排列囉 喔 有道理耶 好 告訴老師 你看喔 所以你看喔 這九個裡面你認為 誰不可能是直線排列啊 因為重複跟排列 代表是重複有可能 一顆球被重複抽到兩次 可是直線不可能啊 所以你只需要把重複排列的 重複的劃掉 一一不可能 二二不可能 三三不可能 劃掉只有剩下的 就寫在這裡 一二一三二一對不對 喔 老師 這樣感覺 對 比較有power喔 二二不可能啊 二三喔 再來是三一 再來是什麼 三二 好 搞定 所以重複排列九種情況 直線排列變成六種情況 我這個範圍雖然簡單 也要讓各位同學體會到就是說 重複排列跟直線排列 它兩者的差異到底是在哪裡喔 老師 我聽懂了 這個是非常非常簡單 好 一樣的 我們直接把直線排列每一個元素 它發生的機率 我們寫一次 你要注意聽很重要喔 好 你看 第一顆球抽到一號球 一樣是三分之一 不要忘記了喔 這個且的意思 層代表且法 且的意思 第一顆球抽到一號球 而且 第二顆球抽到二號球 不要忘記了 我們才直線 直線代表抽不放回 所以一號球抽到外面去 不放回去 代表剩下兩顆球 二號跟三號球 那我抽到二號球的話 當然分母就二嘛對不對 二分之一 兩顆球當中 二號球佔一顆 二分之一 答案呢 六分之一 對不對 其他都以此而類推 這是很基本的概念喔 全部都是六分之一 總和還是一 有沒有體會到啊 老師 酷喔 很簡單喔 好 這兩個我就示範完了喔 再來 我們看一下 直排跟直組的差異 比較老師 這兩個 你認為它的差別在哪裡啊 老師我看到了 我使用藍色筆喔 排列變什麼 變組合 像我這樣的話 你回家 就會知道 我在設計什麼 提醒讓你了解 所以這兩個人 主要差別並不是在直線喔 他們都採抽後不放回 對不對 對了 這個不放回的話呢 老師 給它一個代號是這樣喔 線頭回來 然後什麼呢 再畫個X 這個以後叫做 抽後不放回 懂不懂我的意思喔 這個一樣 這個也採直線 所以這個一樣也是採用 抽後不放回 對不對 這個是重複 是抽後放回 好 先寫一下好了 好 看到了喔 這兩個比較起來的話呢 我一樣的 要從這裡來延伸出直線 組合給你看 他們兩個叫直線 就是採抽後不放回 那這兩個差別在於藍色 它採用排列方式 它採用組合方式 所以我問你一句話 如果從排列跟組合的角度 來切入 你認為排列數比較多 還是組合數啊 當然是排列數嘛 對 沒有錯喔 所以呢 這個組合它的樣本空間 應該不只六個 所以我如何利用這六個 來延伸出直線組合 你會的嗎 老師我會啦 變成直線度一樣嘛 變成組合 那你告訴老師 基本上的話呢 一樣是刪去法 對不對 因為呢 組合比排列數還少嘛 所以有些東西 不能視為組合 為什麼呢 因為一二跟二一 喔對 這兩個呢 要視為一組 懂不懂意思喔 一組 因為呢 在組合過程當中 一二跟二一 我們是視為相同的喔 仔細聽 那因為呢 按照數學 通常前面小後面 打來排列 所以二一 我們把它犧牲掉啦 劃掉 所以呢 這個呢 第一組就是什麼呢 寫一二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哇 一二 再來 一三跟三一 也視為一樣對不對 一三跟三一 對 這打弧線 這個也視為一樣 那我們留一三三一 把它劃掉 所以呢 第二組 我們就寫一跟三 哇 老師我聽懂咧 變成這樣 好 再來第三組 二三 二三跟三二也一樣啊 通常我們留二三 把三二也劃掉 那這裡呢 此線組合的第三組 就是二三 聽懂喔 哇 很酷耶 所以我們的教學 跟別人不太一樣喔 老師比較重視啟發你的智慧 讓你具有思考能力 這樣的話 你就會成為高手中的高手啦 祝福你 好 一樣的 我們把機率也寫一次吧 那你告訴老師 第一個抽到一 當然一號球 一樣機率是三分之一 對不對 乘上不要忘記 抽後不返回 在中剩兩顆球 所以分母是二 對不對 那呢 而且抽到二號球 二分之一 欸老師 這樣答案也是六分之一啊 你看喔 那以此而類推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你如果學過統計 你會知道 如果三個都六分之一 有沒有可能啊 同學 老師 三個都六分之一 那是不可能的喔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要本空間的機率總和一定要一喔 像這兩個一樣喔 所以呢 這個很多人被騙 包含我以前被騙喔 所以按照這樣算的話 好像答案是六分之一 可是 如果你懂得來龍去莫 你就不會認定是六分之一 而什麼呢 而應該是要六分之二 我寫這樣比較清楚 老師 為什麼不寫三分之一 欸不好啦 六分之二 為什麼 因為從剛才你就會知道 其實這個一二 就是身兼兩職喔 它同時也代表成二一 喔對耶 這樣聽懂喔 所以呢 基本上在直線組合呢 這個二分一跟二 它其實也代表二跟一啦 所以是六二 寫三分之一也可以喔 這個一樣道理喔 六分之二 這個一樣道理 六分之二 所以總和還是一 好玩吧 OK 這個是它的細節 你懂的話 當然肯定是最好的啦 這樣聽懂老師的意思嗎 好 最後一個 我們從直線組合 再來延伸出重複組合 這兩個組合都一樣啊 所以我採用綠色筆 當然不一樣的地方還是在 把直線改為重複 就是把錯誤不放回 改為錯誤放回 就是這麼簡單喔 好 那我們怎麼算呢 很簡單 我們不看那個 我們從這個來延伸 看你夠不夠厲害 這兩個都是組合 先後次序不管 不過呢 這是直線 這是重複 所以重複跟直線比起來 誰比較多啊 當然重複啦 所以重複組合的樣本 空軍元素 會比它還要多 合理喔 真的合理耶 好 那我們從這邊 再把某些元素 加進來就可以了 就加它不行的 我可以的 對啦 重複 所以一一可以嗎 可以啊 加進來對不對 再來是一二 再來是一三 會延伸開 再來 二一 不行喔 所以這三個當基礎 然後再把重複的 一一二二 加進來 還有三三 那就可以了 好 二三 你也照照 三一不行喔 三二也不行 對不對 再來三三 那就可以了 哇 所以老師 這兩個比起來的話 我們多什麼 多這個 還有什麼呢 多這個 一一二二 三三 其他都跟它一模一樣 這樣聽懂喔 有沒有看到POWER 這個 就讓你去啟發思考一下下 它們各種的奧妙 為什麼東西呢 你就具有思考能力啦 好 那這個很重要 最後一個 最重要它 我把它打個信號 因為呢 這個 考試用不到 那為什麼最重要呢 因為它會誤導你 所以呢 你看好了 前面三個白色機率 都很棒啊 那你認為這個呢 老師不用教啦 這六個元素 當然是各六分之一啊 不對 你看喔 第一個抽到一 一號球 當然機率是三分之一 放回去 再來 而且抽到一號球 又是三分之一 這個對 等不懂我的意思 三分之一 所以呢 這個呢 機率是九分之一 這個一樣道理 一號球 二號球 從組合來看的話呢 三分之一二分之一 六分 六分之一 它是重複嘛 重複的話 不對 第一顆球 三分之一 對不對 乘上第二顆球 一樣什麼 三分之一 多少 九分之一 可是它是組合 所以你看 這個一二同學代表是二一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什麼 應該是要九分之二 好這一三一樣是九分之二 它代表是三一 二二 一格而已 二二跟二二反過來是一樣的 所以九分之一 這個呢 一樣的 九分之二 這個一樣的 九分之一 所以答案合起來還是一 你加按看吧 還是一 懂不懂 欸老師 看到一個POWER YES 很酷 你看喔 黑白色這三個白色的幾率 每個元素它發生幾率皆相同 對不對 只有它不相同 哇 對 這個人發生幾率不相同 所以 它並沒有辦法作為計算幾率的基礎 有聽過先天機率嗎 等一下老師會帶到 我們政客第四章會做詳細的介紹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 哇 所以老師 你是要叫我注明一下嗎 對 這個觀念很重要 很重要 OK 只有這個人 打五線巴 OK 這個人 這個人怎樣呢 它的機率呢 不相同 OK 機率不相同 幫我寫一下吧 好 它的機率呢 會不相同 這個呢 以後就會有影響 你就要知道 它的機率不相同 其他三個機率都相同 就每個元素 都九分之一 這個都六分之一 這個全部都三分之一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 這地方 我觀念就介紹完畢了 老師 你公式還沒推倒 唉唷不用急了 這個懂了之後 公式就很快 可以 一個一個 把它給求算出來了 好 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你跟著我跑 講一本也有 黑板寫不太下去了 第一個 我幫你什麼 推到這個 這個 我按照這樣推好不好 重複排列 直線排列 直線組合 還有什麼呢 重複組合 這樣可以 所以老師呢 知道這個邏輯 第一個 我幫你推重排 OK 那重排的公式呢 是怎麼推出來的 好 你看好了 以這個範例來看的話 當然 答案就九個了 我們知道嘛 答案就九個元素 有多少方式呢 九種 那九種怎麼推出來的 那當然 我們就需要使用 重排 重排在哪裡呢 這裡 重排 重排沒有代號 它只能直接推出公式來 這樣聽懂 我的意思嗎 有沒有問題 好 重排 以這個題目而言的話呢 重排我就直接寫 可以嗎 重排 那你看呢 你應該已經會了 重排要使用什麼來推 通常的話呢 不要後悔了 重排的話呢 只要看到排列選起來 我們都可以使用什麼 套圖法 OK 懂不懂意思啊 這個呢 就使用套圖法來推 就可以了 欸 老師 它什麼叫做套圖法 你看就知道了 就這樣子 畫座位了 做圖法或套圖法 那這題目呢 我們抽兩個人出來 所以我們就畫兩個圖 兩個座位 N-2 3 不要管它 N-2 好 那你告訴老師 這套圖法裡面呢 第一個 第一個位置 就看它做法有幾種 比如說它可以怎麼做 怎麼做 那你看呢 這個母體當中 袋中有三顆球 所以第一顆球 抽出來 坐在這裡面 那你認為這裡面 有可能做誰啊 老師 有可能做一號球 或二號球 或三號球 所以呢 它就有可能有三種情況 三種情況 我們寫在框框外面 如果你看到我數字寫在框框裡面 代表是被限制住了 一定要住它 那如果不寫外面 代表是三種情況 你懂我的意思 好 那因為重複嘛 又丟回去啦 所以呢 抽第二顆球出來 它的情況有幾種 一樣的 一樣有三種 對不對 一號球 二號球 或三號球 所以呢 它答案就是3 OK 這個呢 按照樹狀圖來看的話呢 當然 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3乘以3 如果你不懂的話呢 就很簡單 以我們教的樹狀圖來看的話 第一顆球 就像這樣子啊 OK 這個 畫在下面就可以了 第一顆球就岔開 這第一顆球 抽出來的情況 對不對 你可能抽到一號球 二號球 或三號球 所以情況有三種 那再把它放回去母體當中 再抽第二顆球出來 所以一樣的 你還是有可能抽到一號球 二號球 或三號球 所以畫出來的樹之圖 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OK 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路徑的概念 你要帶回家去 好 這路徑呢 總共幾條 總共九條 第一個 有可能抽到一一 或者一二一三 以此而類推 到三三 都有可能 所以答案出來什麼呢 就是九個 好 三乘三 就是九種 真的九種呢 可是呢 你必須換成代號喔 才能夠呈現公式 那你應該很聰明 九會等於什麼啊 哇 螺數我會 OK 九 三乘以三等於九 就等於什麼呢 三的平方對不對 那三的平方 我們就可以換成代號來寫囉 怎麼寫 這個三代表是大N還小N啊 哎呀 我終於懂了 看那邊 就大N對不對 大N寫底數 那這個四方指數呢 就寫小N 好 搞定 這第二個公式 這裡 看到 重複排列 公式很簡單 所以只要看到排列 就可以使用套圖法來做啦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齁 所以請你翻回去吧 這邊呢 寫個什麼呢 套圖法 可以嗎 這個真的很簡單 所以只要看到排列 這個字 就可以使用套圖法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齁 所以第一個公式呢 很容易 我們就可以把它給推出來了齁 再來我們不是要推這個齁 這個最難 所以我們先推這個 直線排列 喔 這裡也沒有錯齁 直線排列 看怎麼來推 好 那直線排列呢 它推法也很簡單齁 老師呢 直接就寫在這裡齁 直線排列 那一樣道理同學 它一樣有個排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使用的方法 還是套圖法齁 套圖法呢 對排列齁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齁 OK 懂不懂我的意思齁 一樣的 我們畫什麼呢 畫兩個框框 樣本數兩個嘛 對不對 好 告訴老師 它跟它不同的地方是採用直線 抽後不放回 對不對 那不放回的話呢 第一顆球抽出來 一樣有三種情況齁 那三種情況呢 我一樣用樹枝圖呢 來對應給你看齁 有可能抽到一號球 或二號球 或三號球齁 可是你不要忘記齁 它第二顆 第一顆球有放回去嗎 直線 所以直線的話呢 它是沒有放回去的齁 這個符號就打X 這個符號呢 就放回去了 沒有放回去 那袋中剩幾顆球 兩顆球 所以你抽到一號球的話 第二顆抽出來 有可能抽到二號或三號 那如果第一次抽到二號球 剩下一號跟什麼 跟三號 第一次如果抽到三號球 有可能只剩下一號跟二號球 所以呢 這個是乘法原理的路徑 所以呢你第二個座位呢 只能做兩種情況齁 這個呢 答案出來說 當然是等於六種 一樣耶 對 再來六種 一樣的 你必須把這個換成公式才有power 老師 那公式怎麼換呢 對 就看你的智慧齁 只要排列都可以用套圖法來做 就可以了齁 欸老師 我好像看到耶 對齁 我問你一句話齁 這個當然基本上的話呢 可以以此而類推 基本上是從三開始對不對 從三開始 沒有錯啊 這個基本上的話呢 一直往下遞減 就是累成的意 喔老師我看到啦 對 那你看喔 你看我這樣寫合不合理了齁 那如果你 那你觀察一下下齁 這公式呢 怎麼樣去推導出來呢 欸老師我看到啦 這個好像是三對不對 乘二 然後呢 再什麼 乘上一 欸這看著 一直逆減下去嘛齁 如果今天n等於三的話 就是三乘二乘一 所以你看到什麼啊 階乘 答對了齁 階乘 所以呢 我們好死不死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做啊 同學 我們就把它寫三乘二 我們要乘到一嘛 剛好是三階乘 所以你分子多乘以一啦 你分母當然什麼 也要除以一 這樣才合理的齁 那這個題目當然一 好像很白痴啊 可是其他題目可不見得齁 因為這題目呢 剛好就是到一啦齁 那怎麼辦呢 看好囉 我寫個字號對不對 那這個分子的話呢 當然什麼 就變成所謂的三階乘嘛 對不對 那這個分子的話呢 當然什麼呢 就是一階乘 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一階乘當然就是一的意思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把它換成公式 你就會知道是什麼意思 你應該很聰明 這個三階乘 就是對應代號啦 就是大恩階乘 老師 大恩階乘 這個一代表什麼意思 那這個分母一的話呢 會等於什麼東西呢 你看一下好了 因為母體有三顆球 抽兩顆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你乘到後面的話呢 這個後面這個人 一定會等於什麼呢 三減掉二對不對 三減掉 就是大恩減掉什麼呢 小恩的意思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呢 就是大恩減掉小恩階乘 就變成長 公式呢 就會長成你現在看到的公式 分子大恩階乘 分母大恩階 小恩階乘 這個呢 直線排列 我們有代號 叫什麼呢 permutation 就寫個大P 上面是母體數 下面呢 是樣本數 所以公式就可這樣推導而得 讓聽懂老師的意思嗎 這公式呢 其實還蠻重要的 好 但是老師呢 不太放心 所以呢 馬上我做一個小小的測試 看從這個題目呢 你是否有辦法做延伸 OK 好 你看喔 如果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一定要聽懂我的意思 有沒有問題 注意聽喔 我把題目改成這個樣子 我手中有一顆傘子 當然正常傘子 有六個面 一點到六點 注意聽喔 把這顆傘子 往地下丟三次 OK 三次 好 那我請問你喔 把它換成代中取球的模式 你回答老師 代中有幾顆球呢 老師 就是 所謂大恩代表是母體 母體樣本空間 你就要看這顆傘子本身 往地下一丟 它有可能出現哪些情況 這個就成為樣本空間 老師 一顆傘子 有六個面啊 有六個點數 所以呢 大恩就是等於六的意思 三次的面呢 有可能一 有可能二 有可能三 有可能四 有可能五 有可能六 這樣聽懂齁 那我從裡面呢 抽取三顆出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答案直接告訴我 那如果我採用重複排列 這個 不要夠背喔 套頭吧 你認為 那我總共有幾種 重複排列的方式呢 很簡單 對不對 這個呢 第一個 我們要寫三個空格 因為我們抽了三顆球出來 對不對 就是把傘子 往地下丟三次 第一次丟 有可能丟到 一二三四 或五或六 這六個情況 這個呢 第二次一樣六個 OK 因為三個是重複的 六個 所以答案就是六的三次 等於216 這個是採用重複排列 而得的排列方式 那如果 第二種 我們採用直線排列 OK 那怎麼辦呢 老師 如果採用直線排列的話 第一個 它是六種 再來是減一對不對 因為呢 很簡單 可是呢 我講過 如果三個問題的話 它是不可能 有直線的情況 聽懂齁 一顆三個往地下一丟 它已經重複了 所以這個題目 就不能用傘子來看了 好 題目改一下 如果 袋中 有六顆球 六顆球 把它拳起來 有六顆球 對不對 六顆球 那我們從裡面隨機 抽三顆出來 而且採用直線 就抽不放回 那請問你 它的排列方式 有多少種 直線排列 第一個 六種 不放回剩五種 不放回剩四種 就這樣 所以考試 如果不寫公式 不用觀察 它真的很簡單 這樣寫答案 6乘5乘4 120種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聽懂 如果你硬要帶公式的話 怎麼帶呢 老師我會 就寫P 對不對 相依物有六個母題 抽三個人出來 怎麼寫 我剛才教過囉 6乘5乘4 對不對 那你怎麼寫呢 就是6乘5乘4乘3 這個還要乘2乘3 但是你多什麼 老師我多了3乘2乘上1 沒錯嘛 就是要塞什麼 再把它除掉 變成這樣 那這個呢 這畫開就很簡單 就是6階層 對不對 大N階層 懂不懂 這個3到1 就是什麼呢 就是3階層 如果寫人公式的話 就是6階層 這個3 一定是指大N-小N階層 不相信你可以試試看看 OK 大N-小N階層 沒有錯 你看大N是6 小N是3 6-3等於3 合理 這個呢 當然什麼就是大N階層 這樣聽懂 我的意思嗎 所以呢 非常非常的簡單 改一下好了 這是6-3 OK 6-3階層 懂不懂我的意思 這樣的話 就可以湊成這個公式來了 這樣聽懂 這樣有沒有看到公式怎麼推來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簡單 因為6顆球抽3顆 那裡面剩3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基本上的話呢 分母一定會出於3階層 這樣聽懂嗎 那如果6顆抽4顆呢 分母一定會變成2階層 懂不懂 所以用個反例 就很清楚可以了解 黑老師 有道理啊 這時候呢 就必須要推導出公式來了 這樣以上有沒有問題 所以到目前為止 等一下黑板 老師要盡控一下 所以有關重排跟直排 你聽懂嗎 所以這兩個公式 我算推導完成了 這個 OK 這個也OK了 等一下還有這個 就是所謂的直線組合 跟重複組合 那公式就推到完成了 我這樣講 有夠仔細了嗎 好同學 你一定要好好的消化消化 一下下 如果來不及 先按個STOP 先抄完之後 再往下來跑 這些都是非常基本功夫 沒有問題 等老師一下 我把黑板進空一下下 接下來老師要推第三個公式給你看 以黑板的架構來看的話 當然是屬於直線組合 所以我寫在這邊 這個就很簡單 好 這是直組的公式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以這個黑板來看的話 直線排列 變成直線組合 我剛剛講過了 可以使用三區方 把這個 這個 跟這個 有三條 就變成直線組合的公式 所以 從這個概念圖 我們可以看出來 直線組合的公式 畢竟是由誰推到而成 直線排列 直線組合 它的公式 大家要寫C combination 一樣的 它有寫大N 分子小N 我直接寫的可以嗎 這個很簡單 所以它的分子主角 就是寫P直線排列 直線排列 那就可以了 只要告訴我 一句話就可以了 它 直線組合的數目 一定比直線排列還要少 所以呢 我們要 除掉哪些呢 很簡單 老師 要少三個啊 少三個 是因為N等於2 所以你告訴老師 N等於2的話 抽出來 12跟21一樣 13跟30一樣 21跟32 21跟什麼 21跟所謂的 2跟23是一樣的 好 有沒有問題 那你告訴老師 你這個題目的話呢 我們這邊六個對不對 正變三個 哇老師 那我聽懂啊 就除以2就對了 不對 不除以2 這除以什麼 這除以2階層才對 為什麼要多個階層呢 這個題目 2階層 剛好等於2啦 那我問你一句話喔 如果今天 看這個題目好了 從六顆球當中 抽取三顆球出來 那你告訴老師 123 嘿老師 123跟什麼一樣啊 跟132是一樣的 喔對耶 跟什麼一樣啊 跟213也是一樣的 跟什麼 231也是一樣的 跟312也是一樣的 跟321也是一樣的 哇天啊 所以呢 123等於代表 下面這五組 哇老師我聽懂了 所以今天如果小N等於3 我們其實要除以多少呢 要除以3階層喔 又什麼呢 一定要6個 所以你的直線組合 直線排列數目 一定要除以6 OK 就分割成6組 你看這個喔 這個本來是6個對不對 分割成兩組 分割成3組 分割成2組的意思 6個人分割成2組 變成3個嘛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呢 是大N 6 小N為3 所以呢 要看小N當基準 知道嗎 OK 基本上如果小N等於3 我們的分母 就要分割成3階層組 當然就是6組的意思喔 因為呢 你要縮小為6分之1 OK 你看這個 懂不懂我的意思喔 哇老師 好像聽懂了耶 對 所以很簡單的唄 好 再進來的話 我們的公式 就是造超大N取小N 這個2階層 這個2 當然什麼 就是所謂小N的意思喔 這等於什麼 小N階層 好 化開之後公式會等於什麼呢 P 剛才推過了喔 P等於什麼呢 老師我會 這個啦 這個就是構成階層 然後分母的話 還要扣掉大N 減小N階層 這個分母 就是小N階層 好 這樣的話 內層內當分母 所以N階層乘上大N 減小N階層 外層外當分子大N階層 這個就是 你們以前學過的什麼呢 直線組合的公式 你說是嗎 看一下 分子大N階層 分母的話 小N階層 然後再乘上相減的階層 就變成這樣子看 我現在公式你都看過了喔 但是你也不用刻意去記了喔 因為基本上 我的心目總 或是又從直線排列而來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會直線排列 再除上一個N階層 那就可以了喔 比較是 這個N 就是它的N了喔 剪頭畫下來 那就可以了 有沒有喜歡公式推導啊 它其實是蠻基本的喔 以上就是有關 第三個 直線組合 好 這樣聽懂嗎 最後一個了 最難了 就是有關重複組合的公式推導 基本上重複組合公式 我講過了 在一般原文書當中 它是沒有公式代號的喔 它基本上是指什麼 從直線組合而來的喔 哇老師 直線組合 所以呢 你看喔 我們中文書寫成H啦 大N 取小N 它直接呢 寫成C Combination 你知道它怎麼來的嗎 很簡單 我想觀念給你聽 可是不重要 一定不會考這麼細啦 那重複組合觀念你懂了 公式怎麼推來呢 你看好囉 我們從直線組合來 直線組合跟重複組合 差在直線組合 代表它不能重複 它可以重複 所以呢 它多出三組來 第一組一一 第二組二二 一三組三三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動個手腳 就能產生相同的效果 你相信嗎 哇老師怎麼意思 就是用直線組合 再動個手腳 就變成了重複組合 以這個方理來看 OK 三個母體 三個球 取出兩顆球出來 第一顆球 取出來之後 不能放回去 第二顆球 再取出來的時候 哇老師 那 這個球就不可能再被取到啦 對 那我請問你 只要什麼情況 我就有可能被取到啊 就把剛才的球 再放回去啊 對 沒有錯喔 所以看到第一顆球 我如果取出來之後 我取到一號球 以前採用直線不能放回去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怎麼樣 現在如果我再放回去的話 那基本上的話 不就變成可以重複了嗎 嘿老師 合理耶 OK 對吧 是合理嘛 所以基本上的話 你看喔 如果想要變重複的話呢 很簡單 就是什麼 就是把第一顆球抽出來 看抽到誰 再放回去 那就變成了重複 老師你講的不是廢話嗎 不是不是 所以呢 我可以這樣子喔 看到囉 就是 把袋中本來三顆球 對不對 然後再加入一個隱形的球 懂不懂我意思喔 哇 什麼意思 就是加入 因為抽兩顆球出來嘛 第一顆抽到誰 OK 記得 還要再放回去一顆 OK 才能抽第二顆 可是它呢 有個隱形的球就會出來 在這裡 OK 懂不懂 隱形的球就長在這裡 這顆隱形的球 扮演什麼角色呢 比如說如果我今天第一顆抽到一號球的話呢 抽出去以後對不對 那記得這一顆呢 就要取代一號球的位置 這樣我抽第二顆球 一號球 就有可能再被抽到啦 有沒有道理啊 有 那如果今天抽到第一顆二號球的話呢 這顆隱形的球 這個號碼 我們就要把它視為二號球 那代中一樣是一二三 這樣聽懂齁 那抽第二顆球 一樣有可能抽到第二號球 那如果今天第一顆球 抽到三號球 那這顆隱形的球 就要把它視為三號 那代中一樣變成一二三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哇老師那我會咧 所以今天如果是小N等於二 告訴老師 你要補幾顆球 只要補一顆就可以了齁 那你很聰明吧 如果小N等於三 你要補幾顆 要補兩顆 因為第三顆不重要 第一顆抽出去 就少一個人 第二顆抽出去又少一個人 所以你要補兩顆隱形的球 這樣聽懂齁 不懂也算了 不過觀念很簡單 很簡單齁 所以怎麼做呢 很簡單看好囉 所以大N本來是照抄的 你要補進去喔 我寫紅色筆 怎麼補呢 就補上什麼呢 補上這個齁 小N-1 等不懂我的意思啊 小N如果2-1 就補上一顆球 OK 等不懂小N如果3 就是3-1 補上兩顆球 懂不懂意思齁 好 那這邊呢什麼 全部的球數 一樣取出小N來 很討記吧 可以呢 就是這個樣子齁 那這個呢 你劃開應該會吧 劃開 劃開的話 剛才講過嘛 大N加小N 減掉1 階乘 OK 這個分母就是N階乘 然後再把這兩個相減 相減之後 小N不見對不對 變什麼呢 大N減什麼 減掉1階乘 好 公式就是這個樣子 你只要記它就可以了 後面這個 就不需要再記了 好 我這樣講解 有沒有夠清楚啦 如果沒有聽懂 你可以再repeat一次 懂不懂我的意思齁 好 笑話一下下拉 這樣都聽懂老師 的意思沒有齁 一定要聽懂齁 這個減 這個變加一才對齁 你負負責 他們有沒有減對 好 以上就是有關四個公式齁 請你看講一本 把它消化一下下吧齁 所以呢 這個每個問號 我們都解碼了齁 這個也解碼了 這個也解碼了 這個也解碼 這個也都解碼了齁 這樣滿意嘛 所以呢 這個半個小時 老師 利用這個範圍 告訴你呢 這四個人的關係 以及如何利用這四個人 推導出公式來 這樣滿意嘛齁 當然 雖然呢 再重複組合 還有誰呢 還有所謂的直線 OK 組合 直線組合怎麼推出來齁 當然都很簡單 所以呢 我教法是先推排列 重複排列跟直線排列 推完之後 利用直排來帶直組 再利用直排來帶從組 我感覺就是prefeit OK 你認同我的意思嗎齁 好 這過程的話 我希望呢 你可以好好的把它給帶回家去齁 那我們公式 就算推導完成了齁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呢 那當然 還有第四個 就是它的性質 老師整理了一些 它的額外性質 跟各位來參考 不過 你要等我一下下囉 以上 請問一下